都是殘殺的事件 都是由於人民民促的事而不捨 來追究鎮壓的責任 最終所有事件能夠懲怨不算 逃殺者受到應有的懲罰 我們會繼續逼使中共政權 成立独立的委員會 調查六四菩薩的真相 公開即使交代事件 追究逃殺的責任 賠償洗難者家屬 才能夠洗到人民 才能夠作出原諒 各位六四的英靈和理事們 袁李文在我們當中 細心聆聽我們的追思 和對於國家民眾的其他 願民主自由人權發展的中國 早日報留 我們明白民主的道路 從來都是披群、曲、鐵和漫長的 我們從來都關不您的 我們從來都關不您的 歐洲